自然界中本就有一些奈米的 一些有次序的結構的排列 蝴蝶它這個不同的藍綠色 是因為翅膀上奈米結構反射而成 而不是它本身的顏色 在白天的時候 杯子是綠色 光照射的杯子穿過玻璃它變為紅色 這個蝴蝶它那時候講奈米可以改變全世界 然後很多的 可是效應 奈米科技可以發展出商業產品用於能源的 主要今天討論的生產儲存運輸跟節能 我們經常利用粗煤將原料比如原油轉換為汽油或塑膠 原子化工業利用廢石 將原油轉換為燃料 有離散的電子化能鋪 那你就可以做出不同顏色的光源 天津 我們會做出不同的 電子化的電子化 如果您可以做出不同的 我們會做出不同的 我們會做出不同的 但是在上司 我們會做出不同的 但是在下司 我們會做出不同的